到一抓雕創作等待季十五年的吳玉玲 全中人不相信 介意外伐有年期的生活和事物 人敢來做一項生活以及出國路由 用著一項記錄下來 每項作品都穿萬六百歲 這次去到六月七何時 在家二次文化教三樓展覽室展出 《紫在乎你吳玉玲立體指標展》 歡迎在愛抓雕的順利民眾前往欣賞 《紫在乎你吳玉立體指標展》 最新剛才的作品《月十九》吳玉玲 對學生時代美食的作品 相當受到數量和愛的喜愛 登記以來都在任到學家高級 參加學家比賽 幾個月都在獲得真次數的信价 因此帶領他對著月十的喜愛 1996年他參加在台北系列導師館 紫意傳情聯展 情編合併因此不用此主席 依舊九本年參加特色美電警察 應付優算 導致創作將近二十五年 有人會問說怎麼可以持續這麼久 因為是興趣吧 喜歡 當你做一件事情你有興趣 你喜歡的話 你就不會去在意別人的評語評價 反而在這過程當中有遇到的瓶頸會讓我變成是一種墊腳石 我也不會因為這個挫折就被擊倒 因為是興趣的關係 所以這當中也把它當作是一門修身養性的功課 因為做這個只要你椅子 你能夠坐得住的話就可以完成一樣作品 其實他說難其實也不難 就是在這當中去磨練自己 然後我也是希望藉著這一次的展覽 因為這個紙雕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 藉著這一次的展覽 希望能夠慢慢的把它推廣 讓更多人知道有這一項的藝術 也希望藉著這一次的展覽 能夠把這個藝術融入大家的生活當中 尚東嘉義 作丁藝術的吳玉琳 悠悠在作丁藝術當中 因為作丁藝術的科術心情環出宅更簡單 但是和白人作丁藝術一樣 需要各種合作 剛才一天的作丁藝術 也加了空間的美感 最困難的也就是在空間的配置 各種角度的僵握 各種一方為主的成功 那就是失敗 包括林嘉義外伐六關的生活屬於 所以每一項作品 都是唱完的《彈藝術》 這次電視對五月 二十月一直到六月齊齊遲 也能嘉義到 抓到的社會面上可以 擁有全翁跟議事政府文化 及三老店南市來參觀 他也很期待每一項作品 都可以擁入到面上生活 和藝術當中 集成共鳴 讓大家的生活 和藝術當主 細心新聞 丁藝術王小三 跟以期 彩虹波登 彩虹波登 給我人生最閃耀的寶石 沒關係 這也沒辦法 沒想到我辛苦的一生 竟然在你心裡 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很抱歉 很抱歉 我是一個貧窮的爸爸 治療西弦肝炎實在太貴了 加上晚期發現 錯失了治療的機會 所以 對不起 爸爸沒人牽著我的寶貝 走上紅毯的那一段 因此如今 我只能在天上注視著你 但相信 你一定會得到幸福 嘉義士現在有免費名額 篩檢吸肝 並且全額補助治療 治癒於97% 爸爸 家義士是肝癌發生率全國第一 死亡率全國第六 是西型肝炎的重災區 以前治療西型肝炎 他是需要施打干擾術 非常的痛苦 現在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西型肝炎現在有口服心藥 副作用小 而且健保可以全額負擔 97%以上的人可以治療好 現在要請30歲以上 還沒有篩檢的好朋友們 趕快來參加嘉義士政府辦的 免費篩檢西型肝炎 免費篩檢西肝 吸手保護心肝 請教練